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 有不少的網友在看了我的學習筆記以後 把阿牛哥定性成民國派人士 也有人說我們是紅統人士 雖然也有不少說我是台獨就是了 所以你說我們到底是什麼顏色呢? 而在我身邊的朋友 還真的有一些民國派的朋友 所以我就去問了一下 他們覺得我算不算是民國派 但這位朋友反問我 民國派的通關密語是什麼? 嗯...看來想要在茫茫人海之中 找到民國派的戰友 就要先知道通關密語 那通關密語到底是什麼呢? 請看影片 是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就是民國派的密語 但是今天阿牛哥不講民國派 也不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想講幾個台灣人他們在淪陷區的遭遇 他們有的被中共當局 當成台獨人士給抓了起來 至今都還在牢裡面 有的被中共官員跟法院聯手搶奪財物 全家走投無路 有的被地方惡霸侵佔財產 有上億資產的企業被迫關門 這些血淋淋的事實 都在在提醒台灣人 在中共治下的淪陷區 沒有法治 也不是不碰政治 維護統一就會平安無事 淪陷區不只沒有遍地黃金 所謂的會台政策也都是唐一不要 想要把你騙過去 反而讓台胞變成呆包 財產一夕之間歸零 甚至失去自由跟生命 就好比影片高喊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在2024年的9月5日 被中共冠名分裂國家罪 遭到了秘密判刑9年 讓我們先從他的故事說起 2019年8月15日 有位用自由行來台的齋包 希望在台灣尋求政治庇護 在台北的自由廣場 進行了一場 名曰審判習近平的行為藝術表演 表演開始不久以後 愛國通信會的一群人 包括已經被台灣地方法院審判 三年五個月定驗 至今自貢未歸遭到通緝的張秀葉 居然出現在場邊大聲唱歌跟叫罵 進行干擾 而這時楊智淵站了出來 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對愛國通信會進行回嗆 當時楊智淵身穿國軍迷彩服 腳穿野戰靴很MAN的嗆愛國通信會 也就是最一開始的那一段影片 2022年8月3日邦晚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沃希 結束了對台灣將近20個小時的訪問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中共官媒央視報導 浙江省溫州市的國家安全局 抓捕了台灣民主黨副主席楊智淵 央視說楊哥長期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對他執行了刑事居傳 還播出了他被戴上手銬 簽名押送的畫面 中共的國台辦表示 以身是法的台獨頑固分子 逃脫不了國家法律的嚴懲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 楊哥因為涉嫌分裂國家罪被捕 但回顧楊哥過去的政治立場 這個罪名似乎有點嚴過 其實因為他這十幾年來 立場就像是變色龍一樣變來變去 沒有什麼明確的政治信仰 楊哥在2015年擔任 中華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 但又同時擔任台灣民主黨 以及台獨社團英社的要職 跟中華統一促進黨也有交往 更隨著統促黨去上海參訪 還多次的公開說 統促黨跟台灣人都是中華民族 是可以共存的 獲得了中共的高官接見 如此善變的政治立場 他真的會是台獨頭目嗎 我覺得比較像是情報人員 楊哥的朋友對媒體說 楊哥在2020年曾經代表一邊一國行動黨參選立委 最後只拿到了900票而已 他在立委落選以後 因為真的沒錢了 所以就不碰政治了 楊哥在2022年1月9日主動前往廈門 有人說是去參加圍棋比賽 也有人說是從事圍棋教學 總之楊哥應該是想在淪陷區發展 但用常理來推斷一下 真正的台獨分子會去淪陷區嗎 可能連轉機過境香港都不敢去 但民進黨執政以後 兩岸敵意螺旋式升高的情況下 敢去淪陷區的台灣人 其實都有那麼一點中國情節 用中共的話來說 他們其實是反獨觸統的台灣同胞 也是統戰的目標 楊哥被捕前的身份 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圍棋老師而已 沒有參與什麼所謂的台獨行動 中共這麼大動作的原因 很有可能只是為了 配合當前的政治氛圍 隨便抓個人來交差立威 就像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所說的 楊哥就是去交圍棋參加一些比賽而已 如果這樣的人都可以被說是台獨頭目 拿來做成業績的話 那真的是還蠻離譜的事 也就像當今聖上所說的 別看你今天鬧得歡 小心今後拉清單 別看你今天鬧得歡 小心啊 今後拉清單 不要幹這種事情 頭上三尺有神明 再講一個台灣人 在湖南遭到中共官員 還有法院聯手 給予你這個不聽話的台獨分子 鐵鉗教育的故事 輪陷區的內部環境複雜 台灣人前往輪陷區投資 成功的案例當然是有 但失敗的也不少見 最近就有一位從彰化到湖南的台商 張永福 他跟湖南的妻子在湖南當地打拼 但卻遭到了地方官員還有法官聯手坑殺 由於他們求助無門 所以透過微博發表影片 希望能夠獲得外界關注 影片裡面的張哥出示了他的台胞證 表示自己來自台灣彰化 在2005年7月 跟湖南省橫陽市 齊東縣的一名女子結婚 她是輪陷區的台灣女婿 她在2013年到了齊東縣投資 又在2015年的5月 夫妻倆把修建工廠的工程 包給了當地的村書記李中華 幾年過去了不只工程沒完工 還遭到了李哥跟當地官員 以及法院的聯手坑殺 2016年的年底 李哥起訴台商張哥 要求支付工程款 784萬元的人民幣 跟高達24%的聯利息 扣除張哥已經支付的款項 即使按照李哥的要求 工程款本金的部分 張哥也只欠了李哥 532萬元人民幣而已 但齊東縣跟橫陽市兩級法院的法官 支持李哥要求的24%高額年席 光是不合法的利息就高達了600多萬元人民幣 把張哥一家人推進了深淵 張哥新建的建築都被給拿走了 花了311萬人民幣 購買32勤土地也被拿走了 花了538萬的建築裝修也全部都被拿走了 連工廠的電壓器、空調跟辦公桌椅 也都被法院拍賣得乾乾淨淨 辛苦在湖南創業了快10年 投資了1000多萬人民幣 就像是一場夢一樣 還道歉了李哥164萬元人民幣 看完了張永福的遭遇 一定會有人說 這是個案啦 但是在90年代去輪陷區投資開廠的台商 一個個都賺著盆滿裹滿 真的是這樣嗎? 接下來來講東泰公司的故事 在山東省平渡市的經濟開發區 有一家台商企業 叫東泰農產有限公司 這公司從1995年到這裡投資 合法承租了2700畝 耕作土地50年 主要經營蘇果類的農產品種植 包裝跟冷藏 因為政府的辦公大樓 遷移到了果園周邊 公司陸續招人恐嚇 占地 嚴重影響了企業經營 最後被迫停業 東泰公司跟當地的契約 白紙黑日上的約定 土地成租價最高 一畝為660元人民幣 有效期為50年 在2012年出租土地的周家坡村 既然毀約 要求漲價到每畝1960元 整整多了快3倍 甚至煽動村民們 阻擾員工農作跟生產 恐嚇東泰公司必須撤走 而平渡市開發區政府 有關部門的領導 也多次以城市開發的名義 找東泰公司商談出讓果園 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協商措施 就先嚴重勞亂了生產經營的秩序 讓員工們人心惶惶 東泰公司除了遭到地方官員威脅 還遭到地方惡霸侵占公司 東泰公司為了周轉 曾經向高利貸放款人張濤 借了300萬元人民幣 後來藏清了380萬元本席 張濤卻拿出了另一份偽造借據 說東泰公司欠款1000多萬 並以此為理由 強佔了600多亩的果園 搶走每年生產的農產品 東泰公司多次報案 但當地公安部門不理就是不理 東泰公司在當地合法經營了25年 投資將近2億元人民幣 所屬的1750亩果園 完全符合辦理林地標準跟條件 但是平渡市的相關機關 一直不給辦理林權證 以及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明明土地價值跟稅金逐年上漲 當地銀行卻故意調降 東泰公司的房地產市值 短短4年價值直接卡半 影響後續貸款跟限值 再加上即將收成的上千噸 蔬果作物遭到人為破壞 冷凍庫莫名其妙燒了起來 灌溉的水塘遭到下毒 而沒辦法灌溉之類的 就算報案也投訴無門 讓東泰公司心灰意冷 在2020年被迫停止經營 也許公司的經營者在停止經營的時候 會後悔沒有聽當初的前總統 李登輝所提出的戒籍用人吧 戒籍用人這個說法是李登輝擔任 總統時期經濟政策的主張 內涵是希望不要過度吸進去投資淪陷區 因為過度依賴大陸的勞力跟市場 會妨礙台灣的自主性跟安全 而且台商更容易就成為了中共吸收跟利用的對象 但戒情用人也不是我們李前總統獨創的心詞 而是源自清朝的康熙皇帝赐給雍正的座右鳴 李登輝主政的時期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說法 是希望讓大量的台商吸進中國大陸有一個緩衝 目的是希望企業能夠審慎評估 吸進中國大陸並留根台灣 1996年的9月14日 李登輝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提出戒籍用人的主張 之後明確界定 高科技5000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 三種投資應該對大陸戒籍用人 以免台灣喪失研發優勢 還有資金過度失血 這項政策發表了以後 就遭到工商界的質疑 引發了國家及社會安全 與企業利益間如何取得平衡的辯論 藉級用人在提出的時候 引發了社會極大的反應 但從事後來看 中共當局既不尊重智慧財產權 也對台灣始終保持敵意 全盤蹊進好像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 如果台灣的企業並沒有把核心技術留在台灣 可能早就被中共三債以後失去了競爭力 進而消失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了 如果沒有當年的借級用人現今的台灣 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最後讓我們來講一下 無視於借級用人的台商或台灣同胞 在現今佔起來、富起來、搶起來的淪陷區 為什麼變成中共為刀廚 台胞為魚肉的情況吧? 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心中 對台灣同胞的認識 應該是經歷了幾個階段 毛澤東時代 儘管自己每天衣不避體、食不果腹 還是要堅信要比台灣蔣匪統治下的台灣同胞幸福 因為台灣人每天只能吃香蕉皮 總算是結束了文革、改革開放了以後 台灣老兵回到了大陸探親 帶來了彩色電視跟金戒指 還有那厚厚一碟 當年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們 可望而不可得的中國銀行外匯兌換券 那時大陸就很多人察覺台灣人沒有吃香蕉皮 在中國老百姓都在喝粥的時候 台灣已經在吃肉了 六次的槍聲以後 世界封鎖了淪陷區 鄧小平在黨國生死存亡之秋 發表了南巡講話 江澤民創造性的發明悶聲發大財 把招商引資當成了最大的政治 只要人靜的來 豁出的去中國發大財 只要來中國一切好商量 但俗話說的商人無祖國 只要有足夠大的利益 他們都可以為了利益前去顯地 所以港商跟台商 在六四民主先烈們 屍骨未寒的時候 爭先恐後去了淪陷區投資 創造了淪陷區經濟的奇蹟 但我還是要說 這種淪陷區的經濟奇蹟 是台商跟中共在你農我農的互動裡面 甚至可以說是勾連裡面創造的 之所以會有這種觀點 跟我認識一位淪陷區的朋友 從2004到2005年之間 在廣東的東莞氣石鎮 兩家台商企業打工的經歷有關 第一家是一個用石膏燒製 跟基督有關的工藝品企業 我的栽包朋友進去七天就自離了 所謂自離就是自己離職 不能要求廠方發自離前的薪水 工作是把燒製好的石膏出瓶打磨 一整天都浸泡在粉塵飛揚的車間 脂肪居然沒有發放任何防塵口罩之類的防護措施 阿牛哥就算不是醫生也知道 這飛揚的粉塵對呼吸系統有很大的傷害 第二家是製衣廠 廠子裡在氣石鎮算是一個大企業 有5000多名員工 每天24小時開工 員工沒有保底工資 都是做多少拿多少 加上沒有醫保社保 可以說所謂的員工就是台商 招之即來來之能用 揮之能去 去後不管的輪陷區 千千萬萬農民工群體之一而已 但是薪水還挺高的 當時朋友當保全 一天工作12個小時 每個月只有人民幣600多 而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2點 自一的首手員工 每個月可以拿到人民幣2000元 在當時算是非常高興了 正是因為這些經歷 讓我始終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台商 因為我一直覺得台商 之所以可以在輪陷區發大財 就是利用了中共一黨獨裁之下 無視勞工保障 土地徵收 環境保護等等 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而贈來了金山銀山 但是這個無視等於台商有無數的小辮子 被中共給抓在了手裡 最終導致台商們成為中共 隨時可以載割的魚肉 就像是現在一樣 現在厲害了我的國的習核心時代 不得不說 淪陷區的韭菜跟人礦 已經普遍看不起台灣人了 我們的華為5G全球第一 我們的電子支付全球第一 我們的高鐵全球第一 我們的戰欄全球第一 在這種全世界靠中共賞賜才有飯吃 天朝上國的心態之下 台商被中共用小切的身份來對待 這必然會持續下去 而且還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其實台商在輪陷區 有無數的把柄可以抓 權規就是台商的責任 這是不公平的 就好像中共的官員無官不貪 官員出於女兒不懶 注定被官場給淘汰 台商不跟中共官員官商勾結 你農我農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係 最後也一定是血本無歸的下場 所謂為邦不入亂邦不拘 台商要擺脫中共為刀廚 我為魚肉的韭菜命運 就是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把雞蛋全部放在 淪陷區這個籃子裡面 現在推行的新南向政策 鼓勵台商回流本地 這其實都是很好的選擇 雖然可能在很多地方 都必須遵守一些法規 讓投資成本提高 但至少掙到的每一分錢 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好過在淪陷區裡面 這個黨比法大 隨時可以罰到你倾家蕩產 甚至有牢獄之災的地方了 就算窮極一生 賺的只是海市聖樓而已 馬雲的遭遇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好了那今天的故事 我們就先說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下訂閱 並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啊 另外我們DC群一開放了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的學習筆記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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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